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真实 The Truth 这是小偷家族的导演 四肢愈合 Hirokazu Koleda的新片 这也是他的第一部法语电影 找来了有法国第一美人之称的凯撒林丹尼福 以及英伦情人的朱利耶·毕诺许 这两大天后饰演一对母女 再加上爱在三部曲的伊森霍克 这是一个四肢愈合2003年就写好 然后没有公开的剧本 当然原来的设定应该是日本人 后来才把角色的背景改成了法国人 如果你熟悉四肢愈合的电影 不论是我的意外爸爸 海街日记 或者是小偷家族 这不真实 虽然背景设定在法国 是一部法语电影 不过加这个主题 以及真假相应的这个技巧 依然是不变的 家人之间可以很陌生 陌生人之间则可以很温暖 剧情叙述 主角是一个曾经辉煌的 法国国宝级女演员 她的女儿带着家人 为了要庆祝她出版的回忆录 而从纽约飞来巴黎 女儿却发现 母亲这本名为真实的回忆录 对两人之间的母女关系 充满着谎言和温馨的假象 电影的内容就是 简短的发生在几天之内 这个平常没有待在一起的一家人 之间发生的互动 以及这位妈妈 同时还在拍摄一部电影的故事 在这两位法国天后的表演之下 这部电影显得很有生命力 比较没有视之于和 她的日本电影当中的那股内恋的情感 而是很生活 很外放的谈吐跟角色之间的交流 看起来节奏也比较快 这是这部电影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但也没有说因此而就显得不好看 可以说是在这部电影里面 融合了法国演员 还有日本导演的优点 在真实这样子格局不大的故事里面 看起来也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让人喜欢的温馨小平 也不需要有太极致的表现 在这部电影当中 当然这可能不会是 视之欲和最好的电影 甚至在某一些时刻 某几个镜头里面 你才会又回过神来想起 啊这部是视之欲和导演的电影 而其他大多数的时间里面 你会被演员带着走 被剧情带着走 的确也在很多时候 这部电影的主角 凯撒林丹尼夫 是大过于这部电影的作者 视之欲和的 视之欲和的电影 很喜欢在故事当中 安排一个不存在的角色 但是又非常的重要 像是横三家之位的哥哥 或者是海街日记的爸爸 而在真实这部电影当中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角色 可以说这个角色 对照到凯撒林丹尼夫 现实中的姐姐 法兰西斯多罗斯 这部电影也一直在玩弄电影和人生的对比 无论是演员和剧中的角色 或者是剧中的角色 和他在戏中戏当中的角色 这彼此之间的确是蛮有趣的 而真实这个主题 在这部电影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讨论 是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一部分 无论是最后家人之间 对过去记忆的真实性 或者是开场破题 主角对于自己 为什么要捏造这些回忆录里面的故事时 他回答道 我是一个演员 怎么能够把未经加工的真相告诉观众呢 那太无聊了 的确演员就是一个虚假的职业 而他的专业能力 也就是说谎和造假 观众也喜欢他们给我们看见的假象 无论是在戏中的角色 或者是戏外的公众形象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四肢愈合的电影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 舒适又带点惆怅的巴黎秋天 沉稳又动人的故事 人物情节在虚实之间打转着 而四肢愈合这个导演 总是能够带我们在这个片部的虚假当中 掏出那可贵又真挚的情感来 作为主角的凯撒林丹尼弗 情绪多变又脆弱又坚强又慈祥又毒舌 来看这位大女明星饰演这个大大女明星的角色 绝对值得票价 真实这部电影适合给喜欢法国电影 也喜欢四肢愈合 或者是喜欢巴黎秋天的你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喜欢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美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